洛杉矶时报已经报导说 3月31号发生在洛杉矶 是史上最大现金抢案之一 到底抢多少 3000万美元 熟悉的人士说 窃盗人员冲破设施的屋顶 进入到金库 而不清楚他们如何避开警报系统 哇 赖老师这怎么讲 简直好像是在拍电影一样 对 却真实上演呢 这个已经上演了 而且成功了 现在还在追查 然后都是谜团 因为监视器也都失灵 警报器也失灵 然后3000万就不见了 他们现在也一头雾水 现在能不能破案不晓得 不过我倒觉得 美国真的应该要尽快数位化了 因为美国的资讯工业 真的是蛮发达的 到现在还用现金做交易 这真的是难怪会有窃案 或是会有这种 这种小碰约 匪夷所思 对 因为它是一个货币储币储蓄银行 对 说实真 说真的 这个 韩冰那这样的话 这个比零元购还要严重 因为零元购它是有个金额上限的 你超过那个金额上限还是要抓 可是它是抢银行的 对 这个是直接抢银行 这个跟零元购完全不一样 但是问题是 这个你说没有内鬼 我一点都不相信 因为这个签计的金额太大了 而且它又是现钞 现钞3000万美金 你怎么搬 那个要多少人去搬 叫耶伦 为什么叫耶伦 就是翻译的方式不一样 不过呢 总而言之 这位老奶奶 她又来到中国大陆了 大家看到了 在今天刚刚她下机的画面 那么她抵达了广州 由大陆财政部副部长廖敏来接机 那么她这次是从4月4号要待到4月9号 满满的行程 不过是从广州来开始 那么再会到北京去 我想大家也会非常关注 她这一次到底会讲什么话 然后会达成哪一些的 中美双方沟通的内容 我先来说 其实在这一次 先请教一下赖老师 这次跟上一次不一样了 9个月来 今天她第二度访华 但是上次有彩虹 这次没看到 那到底是不是 这个气氛会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有注意到美国财长叶伦 她在访华之前其实讲了许多 都是大陆方面恐怕比较不爱听的话 来 赖老师 不爱听的话还会嫌少 还会更多 还会更多其实也不在乎了 无所谓 就是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你爱找理由就找理由 当初也说 这个你卖给我们的太多了 我们卖给你的太少了 所以我们要克关税 那克了关税以后打压不了以后 然后又说 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 然后又禁止你进来 然后接着说 你这个能源消耗量太多了 这个我们要绿能减碳 所以我们要打压你 然后现在就变成是说 你的价格太便宜了 对 她开始不高兴了 对 你价格太便宜了 我不开心 那是你家的事 我有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 就是在她这次来之前的前一天 那么其实在那一篇当中 就赶着发文 然后写的那一篇里面 就是提到说财长叶伦有讲 说其实以前如果她收到比较便宜的东西的话 她会写一封感谢信 那是符合经济学的原理的 可是现在她不会再写感谢信了 那是她家的事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又说 你产能过剩 你请销 什么话都是美国人在说 什么话也都是他们在说 不过我跟各位观众朋友讲一下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产品会便宜 这个跟这个人工智能 生产机器人有关 我们都知道在人工智能这个部分 美国跟中国是两个国家 是全世界领先的最强的两个国家 美国因为它的国内的服务业跟金融业很发达 所以它的经济支柱 事实上是服务金融是占重要的一部分 那对美国人来讲聊天机器人就很重要 因为从事服务 从事金融工作 它的很多都是用机器人来帮你问答 帮你回答 节省人力成本 为了要节省人力成本 所以美国在聊天机器人这个部分 发展得很好 发展得很成熟 我们佩服 我们尊重 所以它的成本降得很低 它的这个竞争力更强大 中国大陆是用在哪里 用在生产制造 中国的人工就是AI 很大一部分是用在生产制造 这个部分是领先于美国 所以你看中国大陆的生产线里面 它很多都已经是新质量的发展了 那新质的生产力里面 它把这个人工智能大量用在机器化生产 当然它的人力成本就下降了 那这样的情形下 当然能够制造出物美价廉的东西 那你一轮你看到物美价廉 你以前开心 你现在也应该开心 你不能够以前开心 现在你美国产品都输了 你的制造业再也赢不了中国了 你连苹果手机都输了 你连特斯拉都输了 你已经几乎没有一样制造业东西 可以赢中国以后 你就说我不开心了 那我不会感谢 对 那就是说不会感谢 那就不要感谢嘛 也没有人要你感谢 所以你想怎么讲 就怎么讲 不在乎 好 是不是不在乎了呢 大陆方面真的会不在乎了吗 那当然我也问问我们线上的网友 你觉得这次美国财长叶伦你真的没有那么在乎吗 跟上次比起来 上次好像比较多人有一些期待 很希望能够这一位温和一点的 这个美国的拜登政府官员 能够代表拜登政府呢 来跟中国大陆好好的沟通对话 但这次是不是真的 你比较不在乎了呢 不在乎的加一 但还是在乎的加二 欢迎你能够在聊天室里面 给我们来看看 但是呢 这个是在刚才 我特别谈到了 就是他刚到广州没多久 那叶伦到广州了 结果有网友直接就po了 说哎呀楼梯上都没有红毯呢 没有红毯就是今天没红毯 你看他去年到北京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地上没红毯 但楼梯上最起码还有嘛 那今天呢 是这里没有红毯 那里也没有红毯 都没有红毯 这个呢就做了一个对照图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待遇有点差别了呢 但是呢 我刚刚在看像这样子的一个对比 是不是大家也都能够充分的感受到 就是我一开始有问到蓝老师的是 情况真的不太一样了呢 好来 李将军啊你的观察怎么样 我觉得叶伦这次还是来借钱的啦 因为他本来就是财政部长嘛 就是他重点是在他的这个债务来讲 美国现在债务在台高足 然后尤其是中国来讲 一直在卖美国的债券 对这个叶伦他们来讲的话压力最大 其实我觉得蛮亚裔的 中国发展这些东西 其实不是他的业务范围 应该是雷蒙多的商务部长的职责嘛 我觉得他有点管过借 那为什么他要管过借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讲 确实造成很大压力 尤其是现在来讲 那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在这方面发展的是比较快 尤其是他新三样定位国家的 一个发展长远的一个策略来讲 证明也确实那时候定下这个策略是正确的 不管是锂电池啦电动车啦 或者是光发电来讲 是中国一个长远发展的一个策略 那尤其是这次在这个两会期间 对不对 也特别强调说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 要朝这个新质量的方面来做发展 那当然对美国来讲 会造成很大一个压力 因为美国来讲这方面来讲 还远远落后于这个中国大陆 你不要说美国落后啦 包括日本欧洲来讲 这三个东西是未来人类必须要用的东西 而且是未来人类必须要前进的一个项目来讲 都远远于落后 所以说对美国来讲压力很大 也因此我觉得也因此 叶伦才会捞过戒 去管到这件事情 其实合理来讲的话 这应该是雷蒙多出来讲的话 对不应该是由叶伦 那我觉得这次来 叶伦应该是以戒钱为主要目的 但我特别注意到叶伦来之前 就前两天是习拜通了电话 那习拜通通电话的时候 他们特别从以前的四步一无意 改成六步一无意 其中多了两个步 其中一个步是什么 不嚇阻中国的发展 那你今天你突然说 昨天才讲说 我不嚇阻你中国发展 你现在又对中国的 这个新的这三样产业 指指点点的 那你是不是立刻就打脸你自己 是叶伦打脸拜登 还是拜登讲话不算话 我觉得你光这第二天 你多这个步 你第二天就破功了 那可见的 我觉得说拜登跟习近平答应讲的话 可能来讲 不是这么算话话里面不见得算话 所以他当初提这个答应习近平的六步一无意 我觉得从第二天就破功了 就可能在这方面来讲 我觉得中国也不要对拜登讲的话 抱着太大的期望 可能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而后可能双方中美双方来讲 还是在一种竞争的形态 是免不了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